目前中國已經有四大城市提出核酸檢測常態化的要求 分析人士認為 這實際上就是變相的乳病毒共存 嚴厲的清廉時代基本結束了 這四個城市分別是浙江省會杭州 湖北省會武漢 首都北京和中國最大城市上海 其中杭州、武漢的人口都超過1,000萬人 北京、上海的人口都超過2,000萬人 中共官媒《新華社》4月28日報導表示 從即日起 中國浙江省會杭州市啟動核酸檢測工作常態化 市民每48小時內需完成一次核酸檢測 否則不能正常出行 杭州市為此已設立了萬多個核酸檢測點 武漢的要求是每3天一輪核酸檢測 從5月3日起 武漢市民進入各類公共場所 包括上學上班 均需提供72小時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或者核酸易檢測資訊 否則健康碼將會變成灰碼 出入街受到限制 從5月5日起 北京也開始核酸檢測常態化 只不過北京的要求有點複雜 根據北京防疫工作領導小組的通報指出 有20個類別的工作者被列為重點人群 具體每個類別的常態化要求不同 但北京黨政機關、企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單位人員 每7日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針對外地進京人員還有其他要求 上海其實是較早提出核酸檢測常態化的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於4月27日 即佈置了 常態化核酸檢測點佈局工作 李強表示 要將常態化核酸檢測點作為重要基礎設施 加快推進佈局建設 盡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 時事評論員大康認為 所謂核酸檢測常態化 其實就是變相的與病毒共存 或者說是一個中間道路 上海防疫學家張文宏 他們以前就是這樣做 經過了一個月的封控措施 上海等於又回到從前的狀態 其實這是北京動態清零的防疫路線重大挫敗 4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分析研究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 根據當天官媒央視報導表示 中共明確要求既要防疫疫情 又要穩住經濟 還要安全發展 既要保障城市核心功能運轉 又要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還要確保交通物流暢通等 大康在自媒體節目中解讀說 以前是將疫情防控措施 涉壓到一切的政治任務 現在不能只抓住一個 而是三件事都要 基本可以說清零遊戲就此結束 嚴厲的清零時代結束了 目前疫情最嚴重的上海 4月30日宣布 首日實現社會免清零 根據官媒央視 5月2日的報導表示 上海還有14,000多個封控區 其中的276萬人被要求足不出戶 管控區有551萬人不能出小區 還有1,500多萬人位於防法區 非必要不能出小區 最近北京疫情持續升溫 在5月5日小長假期期間 官方收緊管控措施 強調市民連續三天要做核酸檢測 5月3日北京12個區域開展三天三輪的核酸檢測 被推上熱手 但是市民表示自己抵制核酸檢測 對於在5月期間 官方收緊管控措施 住在北京通州的劉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5月假期北京所有的飯店都關了門 一般的地方也不能進入 電影院也關了 超市有開門的市民可以買東西 劉先生指出 北京開始封疫情很嚴重的小區單元 但是沒有大面積的封鎖 屬於半封城 不讓外面的人進來 提到核酸檢測 劉先生表示 每天都要給市民做核酸檢測 但是我沒有做 因為我不出門 核酸檢測根本就沒有什麼作用 北京市民齊女士對記者表示 我沒有做到核酸檢測 就不用想出門去哪裡了 那些做了核酸檢測的 我看他們都沒有什麼地方去 反正人家都出門少了 就待在家中不出去逛 原本一放假 那些人都跑出外面逛出去玩 現在看到我們的街坊都不出去 因為出了北京 再回去北京也很難 北京控制得比較嚴 入北京也不方便 北京市的疾控中心 對4月22日以來 引發逐發感染者較多的病例分析 認為其中一個特徵是 在傳染期中有多人聚餐的行為 引發聚集性的疫情 另外一個活動範圍較廣 導致疫情多發多點散發 4月下旬 北京疫情發酵以來 有345萬人口的潮陽區 已經展開第一次的全民核酸檢測 潮陽市當國下令 對區內居民 以及工作的人士 進行3次核酸檢測 由於上海突然封城 導致民眾物資短缺 生活困難 在對疫情封控措施的 預期心理之下 北京出現搶購熱潮 超市斷貨 網絡還流傳多種 上海市民指導北京市民 团貨的指南 北京市的商店超市 擠滿了購物人潮 網上購物平台也賣到斷貨 民眾团積綠葉蔬菜、鮮肉、積食麵和廁紙 5月3日早上 中共喉舌新華社報道指出 北京管控區建民 居民收到免費蔬菜禮包 足足15斤重 北京通州劉先生對此表示 我們沒有收到免費的蔬菜禮包 趙家仁 中國大陸網絡劉行語 犯指中共權貴才收到 隨時都有人被趙家仁配送 劉先生說他住在通州的宋莊 那裡是世界上較大的藝術家 以及藝術工作室的聚集區 當地有一萬多名藝術家和他的家屬 沒有人收到吧 村民也沒有看到有人收到禮包 齊女士對記者表示 我沒有聽過給居民免費菜包這種事 我們這裡也沒有人送禮包 連聽說都沒有聽過 我也不相信有這種事 5月3日下午 北京海定區 東星鎮前團社區發消息說 5月3日接上級通知 來鎮家園北區初次作核酸檢測有陽性病例 要求來鎮家園北區居民居家不要外出 暫時不要網上購物避免造成勇塞 5月3日傍晚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 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逆指出 北京中小學幼稚園 中等職業學校五一假期後暫停校上課7天